大家好 欢迎来到Mainfulbeat出品的大麦健身兽 你大麦哥友来了 今天是2021年6月24 今天咱们看看健身圈有什么大事 首先咱们关注一下比赛 有两场重要的比赛将会举行 首先第一场那就是奥林匹亚赛事 它在10月份 但是不要忘了在10月份还有另一场赛事 先说一下奥赛 我看到了谁 我看到了克里斯和他的女友 他和他结婚了吗 今年的10月7号到10号 这场重要的比赛将举行 克里斯将探卫自己第三届 奥赛男子健体古典健冠军 而他和他的女友将会生娃皆子 俗话说得好 有人欢喜 有人愁 为什么这么说 同样来自巴西 我们的潘尼西林 他的女朋友 阿丽塔人就找对了人家 他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好 他找到IBB职业联盟 总裁的孩子 他是职业副总裁 而克里斯情敌的女友 其实找的也不错 他至少找了三届古典冠军 我觉得今年三届有幸 而同样来自巴西的另一个小姑娘 今年奥赛成绩不佳 阿诺德取得了冠军 可是他没有找上阿诺德的儿子呀 实际上2020年阿诺德赛之后还是有机会 但是没有想到机会没有把握住 毕竟他的儿子没有看中他呀 而今年马上要举行的另一场比赛 就是阿诺德非常知名的经典赛 将会在9月份举行 今年的参赛对女员可以说是琳琅满目 咱们首先看一下传统男子健美 来自法国的毕业课会参加 威廉伯纳克是长期的阿诺德冠军 2020和2018年 麦克斯扎尔斯 我的天哪 来自韩国的传统健美大将 李承哲也会将三 会第一次参加阿诺德赛 而再看威廉伯纳克 可以说是叙事待发 在奥赛轻松取得亚军之后 威廉伯纳克可以说是长胜阿诺德将军 两届冠军那可不是盖的 阿诺德特别喜欢这个来自荷兰的小伙子 他这小伙子话不多 但是挺有天赋 你别看他在荷兰 整个全家一家的都来自迦娜 你知道在迦娜 他小时候 大白哥你想说啥 再看威廉伯纳克 可以说是你每次看 每次看威廉伯纳克 都处于备战状态 你看这个手臂肩部和胸部 你整个看 再看那个大脸庞子 我的天哪 这可以说是非常的喜人 我觉得他今年拿冠军 直日可大呀 而他的老相好 罗里温克拉同样 今年好像没有他呀 这是怎么提个情况 怎么回事 我没有在名单上看到 我罗里温克拉 大家知道阿诺德是一个邀请赛 你没有被邀请 就说明这阿诺德队 你是不纵死 但是作为2018 好像是澳大利亚 阿诺德冠军 这个威廉伯 这个罗里温克拉 怎么不能不被邀请呢 再看罗里温克拉最新的状态 我看他还是要把精力 这个着重放在10月份的奥赛 毕竟的奥赛 你取得冠军呢 才是牛逗的逼呀 可是这两场比赛 确实是离得太近了 可是这两场比赛 确实离得太近了 你说9月中旬 那个是10月初 你说就两三个星期 你说哪有时间准备 参加哪个合适呢 你参加阿诺德 你奥赛状态不好 你参加了奥赛 你阿诺德就是俩字扯淡呢 所以我感觉罗里温克拉 这回可以说是契诺宝奥 接下来再看另一个传统的名单 我看到斯蒂文格鲁 还有那个Mohammed 嘿 走吧 麦克米兰将会参加 这可以说是缺席奥赛 2019年和2020年都没有参加 受过一次伤 美国大兵麦克米兰 作为阿诺德前冠军 他要参加可以说是 一个直标写的人物 大兵麦克米兰 你说谁的比赛不参加 阿诺德的比赛是绝对要参加 毕竟人家给他过冠军呢 2019年取得了第四名 2020年参加取得第六名 成绩还可以 但是他忙于一 希望这次 麦克米兰在受伤 养完伤之后 他给我们带来 在台上一个惊喜 特别喜欢他性感的嘴唇 和身上看到那黑 固咋儿 我还看到欧里温二世的儿子 媳妇的爸爸的孙子 一位中东大将叫贾斯汀 这个印象我也很深 在芝加克获取得了一个冠军 还有这个来自加拿大的Chris 他媳妇 他姐姐的老公 应该是Chris 他姐姐的老公 的丈夫 温哥华职业赛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不幸 他去年燃上了新冠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 刀锋肯定是不参加了 这个没准啊 你说你 刀锋已经都退休了 你阿诺德 你还闲着你邀请他 盖着 你这不是让其他运动员 心里添堵吗 刀锋你就别参加了 刀锋有自己的经典赛 但是你说这老头子 今年2020年奥赛 会不会来个出人意料的 这么一个宣布自己要参加呢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啊 刀锋的头发确实啊 你说都这么多年了 你看刀锋留个长发 没有 摘了帽子就是俩字 什么 推亮啊 接下来看一下 另一个级别 男子古典 那可以说竞争非常激烈 也非常好看 我们的歪波大将 中间这个不认识啊 这个在中间这个 好像也不太认识 最右边我看到 罗根弗兰克林2019年 曾经参加过 男子剑体级别第四 2018年也是男子剑体第四 结果没有想到 人家转到了古典 一炮不可收拾 罗根弗兰克林参加 我跟你说 真有可能取得前三呀 这个黑豹 再加上歪波大将 再加上罗根弗兰克林 这个啊 你猜看这个图上 左边这个参赛选手 他叫什么 塞拉冲 他不叫塞拉冲 他叫Beyond 这个选手 你可了不得 在今年奥赛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啊 这个形体非常棒啊 然后呢 腿非常的长 再看黑豹要参加 黑豹真的 我以为他又真有多高呢 没有想到 就一枚六几个小个子 他他妈打古典 他应该去打2022 很少见这么矮的选手 打古典啊 再看一下这个 房底的副总裁 盖房底的副总裁 托尼啊 托尼小羊羔 他又会参加 再加上我们的哈 丹尼又来啊 再看一下女子级别 这竞争非常激烈了 啊这菲尼斯级别的 奥斯卡 啊 他来自俄罗斯 他也会参加 本次的比级别的比赛 我的天哪 这这一号运动员 我都不太认识 赶紧过了 导播 而接下来这张照片 我特别喜欢一位选手 他出现了 他叫Miss Trasko 这位选手2020年 取得了阿诺德冠军 菲尼斯级别啊 啊 这个我特别喜欢啊 平时的生活当中呢 也非常的女性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比基尼那竞争是更激烈的 为什么 你比基尼取得了冠军 你就有可能近距离 接触阿诺德的儿子 谁啊 那Patrick 你再看这个啊 这个左边啊 中间 哎 中间那不是削雷登的媳妇吗 谁叫Laurelia 这个选手我印象特别深 什么印象深 在这次这个几年前的 三亚一场比赛 他和来自澳洲的 这个印巴巴大客 两个人可以说是 传情互动啊 当时和大客头啊 参加比赛 带了澳洲的当地特色 叫什么天点 哎 那个天点 哎呀 这几位女选手 藏在他屋里啊 可以说是 享用不完啊 可没有想到 两个人没有缘分 就这样错过了 人家找了削雷登 好 接下来比基尼这几位选手 看着有点眼熟 但是我看 左翼 安什丽 好像是 有点女白 哎呀 天哪 最后一张才给的 这个潘迪西 你说是来自巴西的 这位选手 去年可是冠军 来一个最后一张 而且照片放得非常小 实话 我真不知道 这个姑娘到底得罪谁了 好了 比赛说完了 咱们关注一下 这个运动员 首先关注一下 哈迪护班 哈迪护班呢 大家知道 大教练是哈尼 所有人都来自伊朗 现在这个 安德烈 现在也开始了 准备备战 这个奥运 反正这个舰体名单上 我没有看到 安德烈的名字 你别说舰体 阿诺德 他妈没有舰体名单的 还 你想啥的 大伯格 好 在幽门的运生当中 咱们再次欣赏 安德烈 在这个FSD7 训练的这么一套动作 再加上最后的肌肉展示 可以说是看着 非常的舒服 每次按下安德烈 他真的有治愈性 真的 你 你绝对能达到高潮 你绝对不能 往脏了下 你这个高潮 是什么高潮 绝对不是 但是我跟你说 这女观众咱们也非常多 女观众我就不知道了 你到底怎么解决 这不关我的事 但是我跟你说 你弄完了一定要咱 俩那儿 洗手 那飞到亚洲啊 咱们关注一下几个运动员 首先关注一下山岩秀框 山岩秀框的媳妇呢 自己好像最近又开了一个健身房 正装修呢 好像是啊 Powerhouse这个gym 好 接下来咱们飞到韩国 韩国好长时间没有露面的 这个韩国腿王啊 叫什么呀 叫赵南恩啊 好久没有露面了 据说在东莞开了一个健身房啊 还有一个微信群 大家加了没有啊 直接和一颗这个赵南恩进行对话 赵南恩呢 不仅形象好啊 长得呢 非常的精神 而且呢 他确实在韩国的健美界呢 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特别是这个腿 在这个韩国可以说是属第一 啊 这个腿呀 如果是状态好的话 真可以改上那个谁了啊 改上陈康了 但是这个疫情期间呀 真是是各国军统员都不好走啊 不好交流 所以呢 只能 这这好像 哎 这不是韩国健身房吗 还没去呢 啊 可能又从东莞走了 走 离开了 好 接下来呢 关注一下杰卡特啊 杰卡特最近呢 自己亮出了自己 都四十六七岁的人了 还能保持这样的状态 为什么 他这毕竟做健身的这个生意啊 健身营养品 你说 你说那杰卡特他不练 那行啊 对不对 你再看杰卡特 这根本就有点疲惫啊 你看这个镜头啊 背后 大家还记得这间屋子吧 啊 这间屋子放满了杰卡特 曾经的经典的照片和奖杯和奖牌 实际上这么多年了 杰卡特都没有搬家 一直住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 啊 也算一个富人区吧 平时呢 哎 你大家知道你搬家非常麻烦 你要把这些东西弄完弄走 你他妈最后奖牌奖杯再丢一个 那不是 胡扯大的蛮事了吗 有房子住 有用池就完了吗 这旁边还有一个媳妇伺候 这多好啊 是不是还有车库 还有大鸡脯 哎 我觉得杰卡特这个选择不错 为什么 杰卡特年轻的时候 他的家长就跟他说 这个投资房产 所以说杰卡特当时年轻的时候 用第一桶金 他买了什么 他买了房了 杰卡特呢 在众多的剑柄能源中 杰卡特还是比较有生意头脑 啊 懂得投资 懂得这个做生意 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 那么成功呢 好 接下来费尔西斯展示出了一张 年轻时候的照片啊 这张照片呢 我没有见过啊 这是干什么呀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凯格林啊 凯格林最近的亮出了自己 曾经在印度拍这个电影 实际上都好几个月的事了 将近得有一年了吧 这电影到底现在上映没上映 还不知道啊 来这个当时拍摄这个场景啊 所以拍电影你说多辛苦啊 他真让把这个链子 他绝对是真的呀 真的绑着铁链子 然后脸上换着血 你看看 这气啊 崩着铁子 这没准就要出事故 所以说剑某运动员拍戏呢 非常辛苦 你又得受苦 你还能 都是动作戏嘛 而且你还得保持肌肉的形态 所以说那凯格林这种大块头 你小了人就 小了你就不似凯格林了 是不是啊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这个 谁啊 212的级别的亚军啊 长千年老二 谁啊 Derek啊 Derek自己亮出了 你别看Derek个矮啊 人家玩球玩的挺溜啊 篮球罢塞 接下来我关注一下 长得又像菲尔西斯 又像贼啊 又像洛克的矮格运动员 他的名字叫查尔斯 这个查尔斯啊 他最近准备七个星期之后 参加一场比赛 这个选手呢 我印象很深啊 背面看的确实有点 那个菲尔西斯的一个性质啊 但是每次到台上呢 又欠缺点什么 可能是因为股价的 还有身材比例等等啊 个儿不高 个儿不高 但是呢 嘿 这个希望他今年呢 有所突破 能够取得一两场比赛 积分够 进入奥赛去 去展示一下 大家呢 也是重在参与 在这个做好参赛的 准备的同时呢 注意好防病毒啊 小伙子裤子挺好干 可惜了 我还是喜欢黑色的 最后我喜欢的男子见底 来自哥伦比亚这个选手 叫菲尔兰多叉了 状态又回来啊 头发又理了 哎 理好了之后 你看看这状态 肯定是要参加比赛了啊 我挺喜欢的小伙子啊 小伙子对我最大的印象 就是他媳妇的胸特别大 你说说 这小伙子呀 真是 艳福不浅啊 好 最后进入女性专场 咱们看到是女性 正是非常知名的俄罗斯健身网红的朱利安万 朱利安万 朱利安万可以说是最近的人气飙升了 社交媒体展示已经超过了一百万了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朱利安 阿万呢 她有些保守 你穿那么多衣服干啥呀 现在是穿那么多衣服的时代吗 女网红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不要忘记分享 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